各位朋友大家好 歡迎大家來參加今天的今夜續證室 那今夜續證室是每個月的第三個禮拜三 目前是在牧澤地下室這邊舉辦的一個論壇活動 那今天我們的題目是會審臺灣經濟 我想談這個剛好 其實剛剛大叔在訂這個題目的時候 是沒有想到說剛好這一兩個禮拜 有不少的議題都跟臺灣的經濟有關 那當然你從國際間 剛才看到希臘的債務問題 然後到臺灣的地方財財破產的問題 這些問題 那這幾年臺灣都苦於一件事情就是 好像經濟增長的停滯 以及就是說大家覺得經濟發展的路徑 到底要怎麼樣再繼續下去的問題 那我們想過去我們臺灣常常拿經濟奇蹟來称呼 來那個來自曠說自己的經濟發展有多好 那也許在這個觀點我們必須回頭解釋一下說 這個 臺灣的經濟是不是真的出了一些問題 還是說其實它的根本的運造就在於 從頭它的經濟思維以及它的經濟的設想 以及它的發展的路徑上 甚至就產生了一些偏差 那我想我們必須了解正確的過去 我們才能從正確的出發達到正確的目標 正確的未來 那我們今天很榮幸很高興請到 請到那個丁洪斌 丁教授 洪斌是 洪斌是邁蘭那個 邁... 什麼 羅拉拉大學 羅拉拉大學 羅拉拉大學的教授 洪斌是專門在經濟方面 然後對於創新 創新這一方面有很多的研究和涉獵 那這部分為什麼我想這個 在今天的台灣 我們在談經濟特別的重要點 就是說 因為我們一直在覺得說 台灣現在可能需要一個創新 但是台灣對於創新是很叫創新 或者說對創新的理解本身 可能也有一些問題 那我們想說 很高興我們從美國 剛好回來台灣 然後我們有個機會 陪他來聊 聊 那另外一位語談人 是我的非常好的朋友 吳錫珍 好 那吳錫珍博士是 英國倫敦大學 亞非學院的經濟學博士 那我們認識 認識一段時間 然後非常的 這幾年時間 其實從他身上 貨幣非常非常多 然後我覺得 他有非常多的動見 對台灣經濟的動見 來講 對我們在重新思考台灣經濟的問題上面 我覺得他有相當多精闢的見解 而且他也做了 包括創新以及台灣一些經濟 未來經濟發展中 一些包括各種產業模式的一個 新的想像和可能 我覺得這個部分 對台灣的經濟的未來 未來的思索來講 會有非常非常大的 可以思考的地方 特別是今天在 要開始這個 與會片之前 有來參加的朋友跟我講說 因為看過起政的文章 覺得非常的敬畏片 他說這樣 今天一定要來 那我覺得 我覺得這個 其實我自己也有同樣的心情 那我們就 就開始我們今天的 那個 匯整台灣經濟 講匯整 其實顯然就說台灣經濟出了一些問題 那 我記得有個笑話是怎麼說的 是說 有一個人 他開車在山路上 往遠的山路上 Human Face 然後迎面對面就來了 來了其他的車子 他出頭來就對他打 衝著他打 很豬 很習慣 這邊的人的風俗好奇怪 打招呼時叫人家豬 然後繼續往前走看 又一台車子迎運過來 也是 他出頭來對他 衝著他打 很豬 他想這什麼地方 為什麼 為什麼見到人 臭臭臭 臭臭叫喊這樣豬 到了第三台車過來 他繼續喊 一喊 伸出團 對他就要大喊 豬 這個時候他真的是非常神奇 越想越急 車開過 兩車交會後 他回頭就對著那台車子喊說 你才是豬 然後接下來發生什麼事 他就撞上了一頭豬 說撞上了一頭豬 那我想說 這個 為什麼我突然 突然在講台灣 會成他其實有講這個笑話 我們常常會發現說 台灣在這個經濟的過程中 其實不是沒有人 有對台灣經濟發展的歷程中 有指引 那他提出了很多 我相信包括過去我們也看過 如果是以前的 像群車會他們也提過 提過對台灣經濟的過程 或其他的 或其他的 從個人到學術 都提出台灣經濟發展上的一些問題 可是台灣有不少的 尤其是主流經濟的學者 或官方的經濟學家 對台灣的經濟 他們總是有千般的不同的說法 就問問說 其實問題沒那麼嚴重 就如現在 台灣現在的經濟出現問題的時候 也有很多的所謂的官方經濟學家 告訴你說 台灣的財政問題 其實沒有你想像這麼嚴重 那像苗栗的財政處長這次說 其實台灣每個地方都這樣 可是這樣的情形下 就好比剛剛我們看到 沿路上有很多人提心你 前面有豬 可是你還是往前拼命的開 但終究會撞上豬 所以在這個過程中 我們首先必須要來思索一件事情 說台灣的經濟 台灣的過去經濟的發展 這個是一個成功的模式嗎 或者說這樣的模式中 或者我們應該這樣說 今天我們所看到的 台灣所有的經濟的併造 或者是包括台灣政治、經濟、社會 所有的併造 其實可能都導源於過去的思維模式 以及它的運作模式 那麼我想第一階段 我想先請洪斌和秦珍 就這個部分 也就是說台灣 怎麼評價台灣過去的經濟發展 特別是說對於現在 跟現在的問題之間 有一些什麼樣的 千四萬元的關聯 我想你們可能會有一些 透過一些切片 或是舉例的方式 可能會導引我們來看一下 一括一下台灣經濟的併造 或者說耕耘的問題在哪裡 我想第一句結論 我們就先從這邊開始 好不好 那我們就先請洪斌 好嗎 原來是客這樣 所以我們就先請洪斌來 謝謝 那個 謝謝小潮 那 我第一次來到這個經濟區政治 說實在話是有點緊張 因為 因為通常 我給你 那個是紅色的 不好意思 通常 通常上課 在學校上課的時候 我都是站在前面 然後 我的那個世界都比較高 那學生都是仰著頭這樣看 那現在我發現這個椅子比較低 相對來講 我好像有點這種 在往上看各位 所以事實上是有點緊張 那就算第一次 不過剛才小潮問的這個問題 其實是 我想大家都很關心 其實也是很重要的問題 那 既然說會診 會診 所以可能要把我代表的 科別講一下 今天 科文哲 如果去跟人家會診的時候 會代表外科 生的孩子 可能不會找他 對不對 那 但是呢 有時候產婦需要外科去會診 需要嗎 這一科需要 就是各個各個各樣 共同的科別 幾個科別的醫生 在一起 就叫會診 那今天 這個 吳老師跟我 我們的背景也不太一樣 那我跟各位 一般所了解的經濟專家 可能在訓練上也不太一致 因為我 基本上我是上學院教授 那 我的專長 就是在創新 在 教人家 開公司 做生意 教人家 景氣好的時候怎麼賺錢 景氣不好的時候 你要怎麼賺錢 景氣好的時候 怎麼樣打敗對手 景氣不好的時候 你還是要怎麼樣想辦法打敗對手 景氣 對 你的 公司的表現 會有很大的影響 但是 不是失敗的藉口 所以基本上 基本上這是我的訓練 那 如果以台灣的 如果各位在場的人 是商學院的 這個同行的話 那 基本上我的專長就是 策略管理 跟 創業管理這方面的東西 那從這個角度來看 台灣的經濟 我跟 這個 這個總體經濟 或者是跟這個 經濟史的專家們 觀察到的 就會不太 就會不太一樣 第一個我比較不會去看 這個1949年發生什麼事情 雖然 過去發生什麼事情 對現在來想當然還是很重要 但是 如果說叫我來看 這個 台灣今天的經濟的話 那 我想 我想 我會 很簡單的一個 這個 comment 很簡單的一個想法就是 中華民國政府 應該對我們的經濟 更誠實一點 更老實一點 說 他們老實 我不是說他們 故意騙人 而是說 他們並沒有把 最真實 利用 可以運用的工具 把經濟最真實的 相貌 表現出來 今天 我們現在是 2015年7月 2015年7月的時候 台灣的經濟 有沒有糟糕到 像希臘一樣 沒有 沒有 我可以很簡單的想說 沒有 明天台灣會不會破產 不會 這個是確定的 那 2015年7月的台灣經濟 比較於 2005年7月台灣經濟 有沒有比較好 那我準備說 那看你講的好是什麼 如果說我們經濟規模 比較大 有 因為經濟還是在成長 即使經濟過 2007年 2008年的經濟外省 我們賺錢的能力 也沒有增加 看起來好像不太有 那 我們GDP有成長 但是 GDP 每年成長 你扣掉 那個 這個 境外收益之後 事實上 我們的GDP GDP成長相當有限 那這個趨勢 在 2011年 2012年之後 就更明顯了 也就是說 如果說的話 光是你看那個 境外收益的部分 那絕大多數又是 這個台灣接單 大陸生產這樣 的情況 或是台灣接單 可能印尼生產這樣的情況 那 但是大陸生產是絕大 中國生產是絕大多數 那就是 考慮這種情況的時候 我們GDP成長 非常有限 GDP成長的結果是什麼 或者 GDP成長的停滯 結果是什麼 表示 我們整個經濟體 大家賺錢的能力 收到限制 賺錢能力 收到限制 一個很明顯的結果就是 那你薪水也不會高啊 或者是 加薪的賓共啊 對不對 那或者是 呃 這個 要擴充 要買什麼其他東西 這個作業稅數不用講 那 這裡就反映出另外一個 另外一個現象就是 我們很多人都說 現在台灣的新資所得 已經回復到1997年 或者甚至1998年的水準 那所謂回復到那個水準是 因為我們在考 雖 明目上來講 新資所得是在成長的 但是考慮過通貨膨脹因素之後呢 事實上 我們的新資所得 其實已經回復到 當年我在研究所的那個時代 就是1990年代的時候那個水準 那 所以 再 從這幾個角度來講 幾個 主要的 台灣的重點經濟指標來講 我們說 GDP有沒有成長 有 那經濟有沒有再擴充 看起來好像也有 雖然不是那麼 那麼好 然後 我們的 real income 降低了 那這次 就表示不好 那再來看看我們的失業率 我們失業率這個前幾天好像 好像 把政府不在告訴我們說 我們失業率 不知道是把政府還是 就是住住姐 再告訴我們說 我們失業率不差 我們失業率就三天幾 那從數字上來看 這個失業率其實 我得講 看起來真的不太差 所以好像沒有那麼差 但是問題是 經濟這種東西 說實在話 我想 商學院教授跟經濟醫系教授 有很大的不一樣的地方是 商學院教授會不會說 你今天是老闆 你覺得你會給你員工加薪嗎 你今天是老闆 你會開始投資去擴充嗎 你今天是老闆 你會去 開始想辦法把你的餐品 賣到新的市場去嗎 我為什麼問這些問題呢 就是 其實 對做生意的人來講 或者是受薪建議來講 經濟活動的結果 應該要是非常有感的 1992年的時候 柯林頓就問了這樣的問題 2008年的時候 馬政府也問了一樣的問題 那是馬英九 那是2007年選舉 馬英九也問了一樣的問題 那問了一樣的問題 沒什麼問題 你覺得你的生活 有沒有比過去好嗎 你覺得你的未來 會不會比今天好 你的未來會不會比昨天好 那很多人把票 1992年的時候 很多人把票投給 劉克林頓 2008年的時候 很多人把票投給馬英九 微生萬長 相信說他們會帶來 更好的明天 當然這個決定的結果差很多 那這個我想已經超出今天 討論的範圍了 那所以 經濟的結果是很有感的 所以今天 在座的各位 包括我們在前面的幾個 幾個 panelist 如果說我們發現 經濟活動 我們覺得外來不會比較好 目前看到的資訊 對資訊上看出來 有些好 有些並不太差 台灣明天並不會破產 那並不需要 來自第三方的緊急紓困 那好像看起來 我們做得很不太差 但是 如果說我們 你們親自問 我們說 那 我們的明天會不會比較好 我的小孩 五年後要出社會 他面對的就業環境 會不會比今天好 我的小孩十年之後 要上大學 那時候 還會有大學嗎 或者是我能夠供得起他 念大學嗎 還是我要想辦法 把他先送到 什麼地方去 所以他才不會跟著 某個 某個 鬼島一起沉淪 所以 所以 從我的角度來講 其實 經濟活動 經濟政策的 最終結果應該很有感 如果說 在這個土地上 有相當多數的 經濟活動參與者 覺得說 看不到未來的希望在哪裡 我們講的不是好 還要更好 而是說 對未來 面對未來 我們覺得很悲觀的話 甚至在今天我們就覺得說 我們到底怎麼樣去管理或規劃我們的未來 都充滿疑問的話 那 我們的 這表示我們過去的經濟決策是有問題的 那麼 這個問題 其實我想 應該說它是一個動態的過程 那動態的過程是說 它並不是說 1949年 或1970年 某個人做了什麼決定以後 然後它已途流到現在 我想不是這個樣子的 經濟活動 這個世界在變 市場在變 我們人也在變 對不對 那 在過去 做了某些決策 把台灣往某個方向推 那 把台灣走上那個方向以後呢 我們就看到 台灣進入世界市場 然後再跟世界市場 互動的結果 逐漸形塑成 我們今天就看到的羊毛 那 待會兒我想明明還有時間 去回來討論這個問題 然後我決定應該把麥克風 交給 陸老師 但是我最後 把這一部分 我的那個 觀點 稍微做一下 簡單的結論 就是 其實 台灣如果從今天來看 從現在來看 我們的經濟狀況 有好跟壞的地方 但是 我們的 政府機關 並沒有 決策者並沒有用 並沒有用最好的努力 去把現狀反映出來 來幫助他們做更好的決策 那麼 這個 現在 我們所面臨到的 某些困境 事實上是 在過去 我們說大概一二十年的時間裡面 我們在不斷的調整 自己跟世界市場互動的這個結果 有些地方是我們沒有做好 其實有很多地方是我們沒有做好的 有些 也很多東西是我們應該做 我們沒有做的 那原因也很多 是很多這些因素交纏在一起 所形成的結果 所以今天我們來說 這個 過去到底是哪一個人 哪一個政黨 哪一個政府 哪一個財經官僚 沒有把事情做好 造成今天的結果 其實很難 但是我可以說 至少在今天此時刻 2015年 不管 或者是2016年 不管你是哪一個政府當家 事實上 你可以花更多的努力 想辦法去找出更好的工具 來理解現在我們所面臨的情況 然後根據這些資訊 去做更好的調查 謝謝 謝謝 謝謝丁老師 剛剛認得精采 講會者 台灣人的經濟的現況 那我可能會提出一些 比較不一樣的觀點 那在之前我先講一下 就是說 剛剛那個丁老師講的 他平常在學生上課裡面的狀態是 高高在上 然後賭看了這個學生 那我想我之前的教學經驗剛好相反 那是我在念博士班的時候 那時候當那個學校的tutor 然後我第一次 我其實就不知道狀況 然後就拿到一個教室的號碼 我就走進去了 結果發現是一個大講堂 所以所有這些階梯狀的 所有學生都做了一個誤告 在審判 所以那時候 那一年的教書的壓力很大 不過這邊講到這裡 就是帶到說 因為既然這邊 策異式主題是 其實不是經濟 而是群政制 應該就是 希望是一個有趣的夜晚 所以我會講到說 為什麼我會持一個 長期整體的觀點 來看台灣的經濟問題 這邊其實跟我跟陳慧的認識 有一點關係 就是 我在亞代學院念 那個做 兩岸經濟整理這個題目的時候 然後我的指導教師就強烈建議 我要把香港那陸 研究的對象 做跟台灣做的對 然後我當時很輕率的 認為OK 可是我非常厚 因為花了我很多年去 了解這個香港的經濟發展 然後陳慧的指導教授 其實之前在亞飛學院做政治學的PHD 然後我老闆看我答應了 就很心有練習的 就從他的那個書架上抽出 成為指導教授當年的不是論文 來給我 就是他是從一個 我就說新香港學 因為早先 香港在1997回歸之前 有一個主流的 對香港的經濟的詮釋是說 港都的治理 特別在經濟方面的所謂的 積極不干預政策 造就了香港 變成什麼 東方明珠 就是說 他是一個非常非常成功的典範 跟台灣也是 在威權時代 兩角就這樣下來 跟新加坡跟南韓 併業是所謂亞洲的四小 那個是我們覺得台灣經濟 可能最黃金的時候 可是成為的老師 現在在荷蘭來的教書 他就從一個 應該說香港本土的一個觀點 來重新去詮釋 包括去看待整個港都政府 為什麼香港成為一個 所謂國際金融中心 這是好還是壞 為什麼香港的製造業 其實它是在所謂亞洲四小龍當中 最先起飛的 靠什麼 靠的是成一紡織 包括美國去半導體 去香港設廠 就是製造業的一個奇蹟 然後之後台灣 其實都是效仿香港 在這個所謂加工出口這一塊 那為什麼香港的製造業 那麼快就被掏空了 乃自我們看到318之後 然後香港也發生了很多的 抗議中國的一個情形 那跟他們的經濟 跟他們的生活方式 受到中國的一個 你不管是它是觀光 就以觀光為主 就服務業化 那那個發展方式 事實上對很多香港的軍民來說 他們覺得是一個比較差的 儘管GDP可能是成長很快 儘管甚至獲取他們沒有台灣的 所謂實質薪資那個縮水的狀況 可是他們覺得生活方式受到很大影響 所以就是說 我們在衡量所謂的經濟成就 事實上必須超越所謂迷目的 或是只有金錢方面的衡量 我想這個很重要 所以成為了指導教授那本論文 就給我很大的啟發 我覺得它造就了後面整個一連串 我稱為新香港學 然後我對港都政府的很多的作為 其實它表面上是沒有產業政策 因為積極不干預 可是事實上香港成為國際金融中心 你知道最大的就是兩家英資銀行 就是匯豐跟渣黨 那其實在港都政府統治的期間 他們享受非常多的政策優惠 那包括當然它有特殊的地緣因素 可是總之其實政治 即使你標榜說不干預 對產業不干預 其實還是干預的 所以這個東西 我想到今天北溢的王老師余君在這裡 他今天早上寄給我 他寫了一篇關於 應該是法國導演的一部 探討納粹跟猶太人的破案 那中間一個很重要的一個觀念 我覺得很值得今天來講 就是說與歷史波動 就是剛剛丁老師講說 當然就是今天的現況 是過去所有的累積而成 你很難去追究一個特定的政策 或是決策者的錯誤 可是相對的 而且丁老師剛剛特別提醒說 這是一個動態的過程 這個很重要 可是不意味著說 所有東西 它沒有一個本質性的 我覺得很重要的是 你要去看出整個台灣社會 哪些台灣政府 它在運作 它在治理方面的一些文化上的問題 因為這很根本 經濟只是相對比較表層的現象 一個很 就是mindset 我想丁老師 你教那個 教business 你做生意的 企業經營的心態 其實非常的重要 所以相對的 譬如說一家公司 或是一個國家 你要對很長期的東西 要投入的話 你如果沒有一種長期的觀點 一個很認同本土的態度的話 其實你為什麼要做這樣的投入 你可能就沒有意願了 對不對 因為做長期投資很大的問題 是面對所謂的風險跟不確定性 所以你必須有一些超越可計算的意義 以上的東西作為支撐 譬如說一些進步價值 或是很認同的東西 或不怕的東西 所以我覺得說 王老師今天早上寄的那篇文章他寫的文 我記得一起搭 應該寄進發車裡 對不起 所以與歷史搏鬥 就是說 台灣其實應該要建立一個 屬於自己的 主體性的 有自主性的 有進步性的一個經濟史觀 所以我跟丁老師不一樣 我是很在乎1949 包括之前的日治時代 台灣發生什麼事 因為過去的整個治理 它打造一種一定有社會文化 社會文化一定會影響到經濟協問 所以我會從這個長期跟整體的觀點來看待 否則的話 你像今天 這幾天最近台灣經濟因為 連五個月出口的衰退了 所以很多的專家都跑出來 譬如說我今天看報紙有一個專家說 就出口就要先就投資 所以又扯到資金區 扯到ECFA 對不對 那你說有錯嗎 如果說你去看討 GDP不就是出口投資 國內消費等等之類所構成的嗎 對不對 那問題是你如果走回資金區 或是ECFA 包括我覺得即使簽了WEA 簽了TPP等等之類 其實都不足以自行 或解決台灣的這個經濟動能的問題 那你又回去說 就出口要先就投資 然後就是 就是給資本家benefit 否則他們不願意投資的話 你就陷入那個 就有的模式 我們說cost down 那這個對台灣 你說長期以來 這個低新化的發展 其實現在很多人認為是有關係的 所以報告說 李老師剛剛提醒我們說 台灣過去整個實質薪資 倒退16年15年前的這個現象 其實很要命 我覺得像美國 他們在國家競爭力報告 在1980-1981年的時候 那時候 應該是美根政府的時代 他們給總統的 那個經濟委員會的總統 報告他們想說 要競爭力 他們怎麼去定義競爭力 其中很重要的幹業就是說 我沒所得的提高 就丁老師剛剛講的 就是要絕大多數的有感的 一個經濟發展模式 否則你很難去規劃未來 所以問題是 所以競爭力 到底是什麼含義 包括我們今天講的說 台灣的經濟轉型 反正講到台灣經濟的問題就是 轉型就是答案嘛 產業申請就會答案 可是為什麼轉不過去 這個概念已經講了20年了吧 對不對 所以問題是 各位可以人心接受說 我們對於經濟轉型的概念 到底是什麼 是說 東西做的有質感 有設計感很漂亮 包裝很精美 就叫做產業升級嗎 還是說 它需要有更 我剛剛講的 現在很少人在退探 這種所謂 哲學性的問題 本質性的問題說 還是說 你的這個經濟生產模式裡頭 你必須隱含了一個更重視人權 生態環境文化的一個進步價值 我先把這個問題丟給各位 大家一起來思考 那包括像 今天本來陳薇建議說 今天題目要講創新 我剛好跟陳薇建議說 我最近聽到一個朋友跟我透露 就是說 電視媒體做的調查 只要一個節目 冠上創新兩個字 那個節目的收視率就會變得很差 為什麼 因為這個概念已經被操作到 大家沒有感覺 所以什麼叫創新 就是一群人打過頭想要賺錢 那當然你要有創意等等之類 這樣就可以變成創新驅動 就是說 你回過頭去定義什麼叫創新驅動 你包括今天政府這麼多人在講 創新驅動 聽說 台灣經濟要進入創新驅動的狀態 那到底是什麼意思 其實你去看 這個是Michael Porter這些大學者 Jeffrey Sacks這些人 在2001年的時候 跟那個世界經濟論壇提出一個報告 裡頭其實是率先 應該是一個報告裡頭 率先提出所謂創新驅動的 這個概念 他說 過去我們把經濟成長都理解說 從第一級產業就是農礦業 發展到第二級就是工業製造業 到第三級服務業 所以大概三四十年前 我就在談說 他已經進入後工業時代 可是Michael Porter這個報告裡頭 提出創新驅動 他就把經濟發展的階段 做了一個不同的定義 他說 可能最早先是所謂的要素驅動 就是你這個國家的經濟 如果是靠能放產品 或甚至然後動力的出口 這些 這些出擊 我們經濟學上的這個Factor 在帶動的話 那這個就是比較原始的狀態 那相對你的國民所得就不會大 那再來的階段是所謂的 它叫做投資驅動 我覺得在這個狀態當中 它這個國家的資金缺口 技術缺口 還是向外拓展市場的能力 其實是藉由外資而民 所以你看台灣是不是非常符合這個狀態 我們正處在一個所謂的投資驅動狀態當中 我們技術包括到今天2015年 各位可以去看台灣的在這個所謂技術 進口就是技術依賴的這個素質 依賴有多高 我們每年大概要付給國外產商 就是專業授權費 起碼1500億現代幣以上 那這個你就整個製造業的產值來說 我們常常跟南韓做比較的話 你可能是南韓的這個 這個 這個 你這個做一個index的話 這個我們對外的技術依賴的程度 可能是南韓的感到四倍的程度 所以 就說在一個所謂投資驅動的狀態當中 那可是相對的 因為你的廠商的一個生產都是 都是接單嘛 就是特別是西方國家大廠商下單 然後這時候他們最喜歡台灣這種 我們稱為所謂開放性網絡的狀態 就是一個產業裡頭有好幾家廠商在進出 所以你就是最低標等一標 那以西方廠商的角度 他們是最喜歡這種狀態的 他們為什麼非常討厭日本 因為日本的供應店是非常封閉的 而相對台灣就是有這個好處 所以你看我們有電子舞哥跟鴻海在那邊爭奪 爭奪 爭奪 爭奪最後就是萬一到更廉價的地方 那這個對整個國內的就業 是所得會有非常大的影響 當然滴老師剛剛提起說 台灣的一個失業率不是算太糟 你如果想想說希臘或包括美國 現在可能對不對 你說降到六趴或在六趴左右 那台灣三點多趴 可是你從過去的歷史 包括而且考量到我們很多的外 包括我們的薪資薪資的下降 所以這個可能都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所以就是說再來在這個所謂投資驅動的狀態 更高一層才是所謂的創新驅動 所以今天政府的財經官僚還在講說 救出口就要先救投資 這個其實都已經跟所謂創新驅動的狀態 其實它還是處在一個 舊的模式的思維當中 那創新驅動的狀態當中 這個經濟體的重要是什麼 它反而不再是強調你的投資要有多少 你要給廠商多少的好處 不是 它反而會強調什麼 政府的治理能力 那為什麼這個跟經濟很有關係 待會兒我們可以一起來探討 還有另外一點就是廠商的自主技術能力 那自主技術能力 剛剛我講到說 你如果沒有一個對這個經濟 對這個國家非常深度的認同的話 不要說廠商 其實連政府可能都不願意去花很多的錢 去做基礎研究的工作 對為什麼 它可能也是一個短 譬如說它只有四年的任期 那這個對長期的傷害力就會很大 很多人在講說 在全球化時代當中 政府的一個就是標版所謂的小政府 可是其實你去看 我最近特別去看 美國政府在研發支出上面 其實它是絲毫不手軟 所以你說歐巴馬政府 在金融海嘯之後上任 然後就端出為什麼 它提出所謂製造業復興計畫 然後覺得製造業還是打造美國中產階級 革命性中產階級很重要的一個力量 然後它要靠什麼來拯救它的製造業 其實就是先端科技的一塊 我們叫先端製造 那當然對外的一個經濟戰略是挺的 這我們可以待會兒看 所以創新驅動的一個狀態最重要 就是政府治理能力跟廠商的自主技術 那這兩個東西 特別是我們先談後者 就是廠商的自主技術的話 你要怎樣去建立自主技術 今天不是說 現在遊行什麼雲端 或是3D獵役 或是什麼牧聯網 坦白講西方國家不知道 那些大廠不知道 它早就跑在前面 我在那邊講的故事就是說 前幾年像美國Tesla電動車 剛要起來的時候 我一個朋友就憂心忡忡的跟我說 他其實不是對台灣 因為台灣還不在那個可以 在國際市場比較的狀態 他說他很擔心日本的Toyota 跟德國的Benz跟BMW的車廠 因為Tesla那個性能 那個狀態實在是 一般的汽油引擎 能不能比你 包括最近我看到那個 所謂前Google州華區的 李開副先生 他也做了一篇分析 他說 像最近 現在開始流行的共享經濟 就是 越來越多人 不會自己 也不需要自己去擁有一部車 可以用共享好幾個 或一個社區去擁有一部車 可是他覺得說 可是 傳統車長的KPI 是 以賣越多物越好的一個KPI 來代理 那 未來的這個所謂共享經濟 會嚴重打擊到 為什麼 因為他覺得說 這些車廠沒有辦法去 逃脫那個衰退的命 可是我最近要看到說 很有趣 像 像德國BMW Benz這些車廠 他們會非常 樂意跟 積極的去投入在這個 所謂共享經濟的狀態當中 所以他們不知道 目前該 怎麼從裡頭轉到前 我要講這個例子就是說 其實西方的大廠 他可以維繫 我覺得不一定說大廠 西方的廠商 在哪裡說 很多也都是中小型 像 之前流行的德國 那個隱形冠軍 對不起 我沒有講太久 他們有其實 對於長期的 那個未來的 那個頭部 其實是非常 非常多的 所以他們非常重視基礎研究 非常重視員工 因為你的研究做得太好 你這個公司技術在怎樣 你如果員工 很容易就被挖腳 太跳槽了 其實你大概就不會 對不對 部門多心 在訓練的員工上面 然後他們對社會的進步趨勢 是非常重視的 不會因為這個 馬上看到賺到 沒有辦法賺到錢 就不錯 所以你從這個角度 我這個普遙的優心 是因為 後來想起來為什麼 因為我們是從台灣廠商的 一個慣性 在看待這些趨勢 各位知道 那另外一點 就是創新驅動 這個政府治理能力很重要 我怎麼講 我先講說 其實我覺得還有更深層 我們再帶來這個東西 我覺得更深層的 就維繫國家的經濟能頓 永續發展 其實是在社會學習年裡 我覺得像去年的318 就是一個很大的 一個社會學習的力的展現 因為其實幾年前 我大概 我的不是論是在2011年年底完全 我在裡頭其實有稍微預測到說 兩岸3D這樣的經濟整合模式 其實對 不管是香港 或是台灣的這個中產 或者中校階層其實是非常不利 那台灣又是這個三個 我們說的經濟體當中 唯一有民主機制 所以一旦社會廣泛的意識到 這個兩岸3D的精神 對整體來說是不利的話 其實是會透過民主機制來進行反抗 讓整個兩岸3D的經濟整合的 那個趨勢會趨緩 所以我覺得其實這個 民主社會的好處就是 社會有學習能力 那這個社會學習能力 你要展現在哪裡 其實我覺得就展現在 對於政府治理的監督 剛剛我們講的 創新經濟很重要是政府治理 可是政府它的治理就很糟糕 你說怎麼辦 你要就是做而代弊嗎 不可能嗎 你有學習力的社會 像這邊很多NGO的朋友 大家都是很努力在自己 關注的議題上面 在強迫這個政府要進步 這個公共治理要進步 我覺得這個非常重要 對於長遠的經濟發展來說 另外一個就是說你要對於 就是你的社會要容錯 要能夠去忍受錯誤 因為創新其實它是一個 不斷嘗試的過程 它的失敗力一定是遠大於成功率 所以可是所謂容錯 不是一個簡單講的 話我們說社會支持系統很重要 就是說他如果一個人他去創新創業 他失敗的風險很大你說 然後他一旦失敗沒有人可以分擔他的一個風險的話 你說這個社會是鼓勵創新的嗎 不是嘛 所以這個為什麼說北歐的社會民主國家 他們其實不只是全世界所得最高 然後所得分配最平均 他們還是全世界創新能力最強的國家 這三個在一起不是沒有關係 當然還有一個政治很親眼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社會團結 就透過社會福利系統 跟一個非常有效率的連結的政府 那這個背後如果沒有公民社會在支撐 其實都很難成立 所以在這邊就看到說 其實各位雖然很多在場都很年輕 然後可能我們都是一個公民而已 可是其實我們今天在講台灣的經濟問題 經濟其實跟政治跟社會 其實是沒辦法切割 所以整個社會 我們要甭錯的話 其實是要努力去建立一個社會支持系統 然後要去鼓勵所謂原創性跟競爭性 因為台灣的競爭力 我覺得跟美國 跟中國大陸很不一樣的地方是 他們可以靠規模來取勝 可是像台灣這樣一個小型的經濟體 他其實就不需要靠獨特 他的競爭力應該建立在 所謂的原創性所謂的獨特性上面 那這些原創性獨特性 如果是特別跟實現那個 進步價值方面有相關的話 我覺得不管是個人 或是整個國家都應該去支持 我覺得這個才能夠去努力創新 所以再來就是說 談到說 那未來怎麼辦 就是短期 假設不管什麼政府 我們從公民的角度 或是NGO角度 怎麼去督促政府在經濟上面 有所作為 我們如果沒有這方面的思考 我們就可以 任憑他們去端出什麼資金區 什麼之類的 EKPA之類的 我覺得很重要的是 其實社會需求 解決社會問題 來成立一些跨領域的一個 技術發展平台 這個很重要 為什麼這很重要 其實這個要講到 像丹麥的養豬產業 它養豬跟它的育能 的發展其實是 看不在一起的 這個講的 出來就化成了 我想 待會 各位有興趣的話 可以用發問的方式 我們再來講 我想我就先講到這裡好了 好不好 謝謝其身 謝謝我們的命 非常精彩的 語談 所以其實我們剛剛 從會整 台灣經濟開始 其實我們的會整 已經不只是看了而已 已經開始在 在找病灶 而且在找一個出入 可能在尋求 尋求它的解藥 或是它的標程和方法 那我們在 這點其實我想 我也有感受 因為剛剛 尤其是啟政提到 很多的一些想法 是我們其實 這幾年來我覺得 跟啟政很 很契合一點 就是我們在談很多問題上面 有想要多的觀點上 有無謀和之處 那當然它也提到說 跟我一個很有相關的 恩怨 那就是我們老師的 那個 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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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論文其實 其實 確實實是像 剛剛提振者 他可能是一個香港學 其實我認為更是一個 重新檢視所謂 新興工業題 它的發展歷程 究竟是不是像過去 尤其流行的 所謂的 新自由主義 的思考模式 的方法 或者是 回到我們台灣來看的話 台灣 在台經濟的時候 喜歡去脈肉 把政治和社會的因素 割除掉 那事實上 其實我們沒有辦法 割除掉 那 那個 香港剛 其實人家講到說 香港當年 他們成功的模式裡面 有一個叫做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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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 他 他說 因為有人質疑說 你這個 這個 他是那種 計畫經濟 他否認他是計畫經濟 他認為他是自由經濟 他說 他是管理自由經濟 他說 這個 有異曲同工之妙 然後 他們的觀點上面 都有異曲同工之妙 那 那這也看出來說 台灣過去 對於 經濟的 經濟的想像 其實 或是台灣人 最喜歡講拼經濟 那 拼經濟 這個 這個意涵跟經濟 的實質 內涵之間 其實有一定的差距 那 台灣喜歡看 數字 尤其是當前的 執政政府 最喜歡 數字 聽說 他非常非常會背 數字 那 當然這個數字 數字 有 剛剛所講的 根本 也有可能他並沒有介紹真實 或者是他是選擇性的 要告訴你一些標準 當然 但我們無法去探尋 經濟的真實的脈動 那 台灣現在所處的 路徑 其實真正讓你來最優心的部分 可能是說 在做很多朋友 可能是說 可能是說 Chonsky所說的 那個 邊緣 邊緣 核心國家之間 然後台灣一直擺當在 在半邊緣國家之間 那我們眼看長這樣 大家很優心的是 好像要擺當到 邊緣國家去 而且我們好像離 我們的後勁追趕 始終是追趕不上 然後始終是無法找尋到 我們自己的輸入 那 或許 這樣剛好就可以回來 就是說 回來講到說 其實經濟這個部分 其實就是去追尋一地 或者一個經濟體 它是一個自身的 自身的 可持續性發展的脈動 我覺得 我覺得從經濟整個 也許我們也必須重新這樣思考 我們過去所追求的是 一些數字上的增長 可是這個數字上的增長 它其實是有有效的 我們先掃取 對這個數字的結構 還有數字的內容 以及它裡面內造的分配等等 去做更驚訝的追求 同樣的我們對這個數字 也沒有更長期的看法 我們非常難追短期 刺激性的越生 可是對於它 是不是可以持續性的發展 沒有想像 那而這樣的發展裡面 也跟 往往跟我們自身的文化 土地 我們的特色 我們的發展未來等等 以及對未來的追求和想像 或是我們所謂的幸福 對你的幸福那種 沒有太大的觀念 那GDP的數字本身是一個 原本是一個我們衡量的經濟體 的時候也能觀察的指標 可是十字今日我們 尤其在東亞國家 尤其這樣講 東亞國家當然就是 特別是中國啦 中國啦 台灣啦 或是不是所謂的那些新興工業 包括四小龍 包括後來現在的新的 新的 比如說馬來西亞 菲律賓等等 國家印尼 印尼越南等等 我們把GDP的增長 當作一個政治指標 其實不是經濟指標 它是政績工程 而不是經濟工程 那在這樣的過程中 我們都發現 其實在對台灣來講 發現不易有志 我們剛剛透過 剛剛兩位的解析 我們發現 過去的 我們所一再強調的 其實我們一直在 所有的平行記 或者說現在所看到的 所有的人的分析 或者開出的藥單 全部都是什麼 全部都是想要 試圖複製過去的經驗 然後我們知道 我們現在已經發展到了 另外一個新的階段 那新的階段裡面 我們是否還可以用 一樣的藥方 或者說一個 本來就有問題的路徑 是否可以對現在 或未來的路徑有所幫助 那剛剛其實已經開了一個頭 已經講到創新驅動 這個部分 那這個部分也是 我們專長的部分 尤其是不管我們的策略上 也好 或者我們從長期來看 那像 像 奇珍姐談到 就是一個價值的 價值的確立 有這樣的驅動 或承重 其實我們需要的 是一個整體的 整體的提升 不可能 你不可能再透過經濟 或者說 像好像打針一樣 投資 大利率進來之後 我們就可以 台灣的經濟 就會氣死 不是 不是 並不是這樣 同樣 台灣的問題也是 我們剛剛就說的 它並不是像 我們看到的 看到有些 有些國家的面臨的 國家債務危機 或國家銀行體系危機 但是馬上 馬上就 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 運作的問題 而台灣的問題 我覺得更 更大的問題 跟台灣自身的 可塑處境有關 那它也 它反而是比較屬於 慢性衰竭的狀態 那在這樣的狀態底下 那很多人 像齊森講 最少20年 其實我自己印象沒有錯 最少30年就在談 最少30年以上的時間 都在談所謂的產業升級 可是為什麼台灣始終 產業升級沒有過 其實台灣是 產業升級沒有過 所以技術策略的面上 大概還有一些 歷史性的因素 而且還有政治性的因素 那 那anyway 不論怎麼樣 我們都知道 我們如果不想 遇到這個邊緒 而希望這個後進追 可能的歷程 可以境外結束 成為 找出自己的入境的話 一個新的價值 或一個新的願景 的模索 可能是一個 是一個 是一個 我們目前可以看到的方向 那具體內容 到底是怎麼樣 那我們想說 接下來就請教 我們從你的專長 還有啟程從你長期的研究思考的部分 進一步跟我們分享 那我們還是一樣 順序一樣 我們還是先請 謝謝 謝謝 剛才 這個 我老師講到說 過去的因素 會對未來有影響 其實這個部分我同意了 因為我們現在的經濟生活 不管是經濟政治的社會 這些東西 都是過去所有的東西 要累積 那 但是 剛剛我們講到說 這個 台灣的經濟 跟 不管是我們在最上層的這個 價值 或者是願景 這些關係的時候 這個部分 我可能我覺得 我需要說明一下 因為 對做決策的人來講 不管是政府官員 或是公司的經理人來講 你最上層的這個哲學架構是什麼 是固然很重要 但是 他們的任務是 今天公司在你手上 國家在你手上 或產業 你的決策會影響產業 那你所做的決定 就應該要 能夠 對這個產業 對這個公司 對這個組織的長期發展 是正面的 那 在這個層次上來講 我會非常強調說 這個核心的願景 是很重要的 那 後面反映的價值是什麼 呃 我就比較不是那麼在乎 當然你可以說 這是我的 從個體經濟 從公司經營的角度來講 比較偏向個體的這個 這個觀點 那 但是 這個願景 但是 但是 這個願景 你治理或管理 或做決策的那個願景是什麼 那 我剛才講說 很 很大概的說 這個台灣 台灣的現在是過去的累積 但是 台灣現在 所發生的經濟的問題 如果我們仔細去看的話 我沒過頭 這一點我同意 剛才主持人講說 30年 就是30年前 我還記得 我印象裡面 台灣 我的印象裡面 台灣第一次講產業升級的時候 大概是1982年 或83年的時候 那時候 有新興科技 那時候有策略 策略產業 然後 還有 八大重點科技 呃 八大重點科技 是什麼我已經忘記了 但是我印象裡面很深刻 有兩個東西 一個叫做資訊產業 另外一個叫做生物科技 那 後面可能還有什麼 航太啊 汽車產業那種 那 我常拿這個來開玩笑 我說 欸 中華民國政府很厲害 因為 我們30年來 從一而終 1982年講 生物科技是重點科技 到2015年 還在講 生物科技是重點科技 我的意思倒不是說生物科技不重要 而是說 你怎麼那個 發展的方向跟願景 跟重點 這個30年來 好像沒有太大的差別 那你的進步到底在哪裡啊 或是你的成果到底在哪裡 那我也常常拿這個來當笑話 說 很多 在我的 我的朋友們 在政府裡面上班的 或者是說 做研究的 說台灣經濟奇蹟 我說對 台灣經濟奇蹟 基本上是一些做電動玩具 做出來的 就想 如果在座的觀眾裡面 有不小心被我掃到台方圍了 我不是故意的 但是 但是基本上 我們 我們的 資訊工業很發達 沒有錯 我們的半導體 後來跟著資訊工業 也很發達 這也沒有錯 但是到底是政府很英明 做出來的 還是我們只是運氣好 跟上這個世界的產業發展 這個順風車 很難說 那真正講到 你看1982年的時候 八大重點科技 結果好像只有 就是資訊產業發展得起來 其他的什麼 汽車啊 材料那些 其實都沒有 那 從 80年代到現在 如果我們仔細看 台灣的科技政策發展 我們先 先 跳脫產業 來講 科技政策發展 其中包括對科學 對技術 對整個社會的 科技環境的投資 投資 來講的話 這三十年來 其實 真的要講 共同點的話 其實有一個 就是 頭痛一痛 腳痛一腳 那 再難聽一點就是 沒有方向 對不起 如果有人被我操台峰會 再次跟大家說抱歉 但是 這講 這樣講是有根據的 因為 如果我們去看 所謂台灣科技政策的 這個政策指標 跟百提書 從大概1995年到現在 台灣有五份 出過五份科技政策的白皮書 那這五份 科技政策的白皮書裡面呢 告訴你好多 數字指標 有數字 有指標 也有執行單位 他告訴你說 中華民國呢 在未來的三年 哦 bby the way 那個科技政策的白皮書 是三年級 所以 未來政策裡面 要做哪些事情 希望在未來十年的時候 可以達到什麼目標 那大概是這樣子寫的 所以 就是出了五本 然後呢 在 這些文件裡面 他們講說這個 內政部要做什麼 財政部要做什麼 經濟部要做什麼 然後各個部會 國防部要做什麼 但是 但是 在這五份白皮書裡面 他五份白皮書 也寫了二十年了 沒有人說 裡面沒有人 任何一次提到說 國家到底為什麼 也要投資在 科技這種活動裡面 你知道那科技 科技的活動 包括哪些東西 你說科學研究 技術 那 科技的傳 科學技術的 傳播跟教育 算不算是科技活動 人才培養 算不算是科技活動 然後 資金市場 資本市場 某種程度上 讓 小型的 有創意的產業 能夠獲得 需要的資金 這個算不算是 科技活動 或整個科技體系的一部分 那我們 沒有這樣子的討論 那 沒有這樣子的討論 結果變成什麼 就是 經濟部 拿到他的任務了 他的任務就是 未來五年之內 我要開什麼 要不要 這個 對 某些產業 減少租稅 然後 或者是給他什麼 新的優惠條件 大家可能很多人都聽過 這個促進產業 產業 升級方案還是什麼 很久的一個方案 然後財政部就想辦法 怎麼再減稅 就變成各個單位 都有工作 各個單位 都有自己的數字指標 但是這些數字指標 湊起來會是什麼東西 說實在話 我們也不知道 那我們今天 回到二十年後 我們再來看 從1995年到現在 中華民國政府所做的這些努力 所謂的 要促進創新經濟 要促成創新經濟的這些努力 我們看不到一個很明顯的脈絡 說政府到底你要做什麼 我們看到很多數字 鼓勵政府去花錢 我們看到很多數字 在告訴大學員說 今天政府要花錢 花在這些地方 例如 讓很多專科學校 生可變大學 而非技術學院 技術學院生可變大學 例如 讓更多的高職生 更多的高職學生 可以自動去 可以去念大學 這樣子就提高了 我們人力資源的數值 真的嗎 我們這樣就提高 人力資源的數值了嗎 或者是說 我們人力資源的數值 提升了以後 結果自己人力資源 在二十年以後 他們發現他們的經濟所得 還不如二十年以前的時候 那這樣子的人力資源 提升的意義到底在哪裡 那 這個政府 做這樣子的投資 之前還是投下去了 那政府做這樣的投資 那他也強迫他們人民 做這樣的投資 因為所有的學生 也花了時間去補習 去考試 然後去念這些大學 加上也花了錢去講學費了 那到底我們得到什麼結果 那 這個部分 對我來講 它是願景 你沒有一個很清楚的願景 去告訴大家說 為什麼我們要去做這些投資 投資的目的 終極目的 十年後的目的 希望達成什麼東西 當你講不清楚這些東西的時候 你光是講說 各個部會要負責什麼 就好像在承包一樣 那 很遺憾的是 為什麼今天我們回報道來講說 為什麼台灣產業升級的效果 非常不如預期 當然一個很簡單的答案 很不負責的答案就是 那個很難耶 那麼簡單的話 大家都成功了 對不對 那麼簡單的話 馬來西亞 今天就跟美國一樣厲害了 對不對 沒錯 產業升級一定不是容易的事情 是很難的 但是 20年 我們說30 或者說30年 如果你有一定的 有一個願景在那裡 來指導你怎麼樣去做投資 去管理你的經濟 那 難道我們看不出一些產業升級的結果嗎 當然這個時候 到這裡 有人就會說 欸 那我們不是有台積電嗎 我們不是有 Media 10 OK 我們不是有那些 對吧 那 1995年的時候 我們講的公司 也就是那幾家 然後呢 如果你去看 Forbes雜誌 普比斯雜誌 它每年會有一個 這個 Global 2000 全世界最大的 2000家公司 這個 一個排行榜 那我大概去找 就是能夠找得到的 從 它從 2005年到現在 2005年到 大概10年的時間 台灣在 我沒有數到2000 但是前1000大 台灣幾近世界前1000大的公司 有幾家 2005年的時候 大概有16家 5年以後 2010年的時候 編15家 今年 正14家 當然了 16、15、14 都在1000大 看起來差別不大 那那個 同個時間呢 韓國 數字也上上下下 新加坡 數字一段 14家公司上上下下 那泰國呢 比較好玩一點 泰國呢 那是增加了 就是4、6、8 這樣子 四家公司 那中國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反正 麥克風在我手上 我就直接說了 那個 2005年的時候 中國大概在 前1000大的那個 類似上面 有20幾家公司 到今天 已經有80幾家 那當然 中國有規模 中國有它不一樣的條件 你可以說中國它是 corruptive economy 等等 都可以這樣講 但是問題是 純粹從 創造新的工作機會 新的公司 新的經濟成長 都能從角度來講 中國在這方面 比中華美國政府 在過去十年裡面 從剛才看這個公司出現的 成長的速度來講 是比我們要成功得多 那當然 在這裡我們沒有一個意思說 去探討中國做什麼事情 重點還是再回到我們台灣 例如說 台灣我們 在這段時間裡面 我們當我們發現 其實政府好像做很多事情 花了很多錢 結果得到的 並不是我們所預期的結果 它時間也有 錢也有 那 那接下來我們還可以做什麼 或者是說 接下來我們還缺乏什麼東西 那其實 作為公民 我們那個角色 其實是應該去問 問這個政府說 那 你能不能告訴我 你的願景是什麼 或者是 不管是誰要出來 選總統的 或者是選其他的位子的 你能不能告訴我 你覺得 你們覺得 產業升級很重要 但是 你們認為 產業升級 是要做什麼樣的 有系統的 投資 去做什麼樣的事情 才能夠把這些資源整合起來 該整個資源整合起來 該整個資源整合起來 然後 真正讓台灣的成員 能夠升級 那 這是我們最最基本 可以做得到的 那當然 如果說這個東西很專業 那沒關係 很專業 你也可以用很簡單的方式 解釋給大家聽 因為 就像我剛才講的 經濟這種東西 是要有改的 那如果說 你講都講不出來的話 我相信 你也做不出來 那最後的結果就是 如果我們也不問這個問題 我們覺得 我們就覺得說 這個東西很專業 我們不去問這個問題的話 我想十年以後 我們可能還在這邊問說 為什麼台灣的產業升級沒有發生 因為 因為我們沒有願景 我們花了好大的蓋價 但是願景不在那裡 我們當然可以說 是因為中國把很多東西帶走 因為中國的因素 但是 我們 因為跟中國很近 我們跟中國講一樣的語言 所以 我們受害的程度比較深 但是這個世界上 因為中國的關係 喪失很多工作機會的 不是只有我們 不是只有台灣 另外 除了中國之外 還有一個競爭對手 叫做自動化跟機器人 那 自動化的什麼 是自動化跟機器人的基礎 到了今天 已經很多人預測 包括在美國 未來十年之內 很多工作都會不見 那麼 在這樣子的情況下 如果 我們繼續讓這種 沒有願景的 產業升級方式 繼續發生下去的話 我們可以想見的是 新年後 我們還是會面對一樣的問題 啊 新年後 那個失之心思所得 倒退的問題 不會變好 只會更嚴重 那時候我們壞的可能不是 呃 中國 那時候壞的我們是中國 加上一個紫小金剛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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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講 多講到多一點點 OK 那 那 除了從公民角色以外 喔 那麼我們個人可以做什麼 呃 其實個人可以做的事情 呃 基本上就是老師教的 呃 增加 增加自己的 經濟價值 那我稍微講一點點 這個 經濟價值跟創新之類的關係 因為 創新 剛才那個 吳老師想到說 電視台 有創新的節目 然後收視率就會向你 事實上是蠻悲哀的事情 為什麼 我也不太理解 為什麼會這個樣子 但是話說回來 呃 創新 呃 要怎麼樣 任何人可以坐下來 然後就 發想 然後就產生 產生一點新的想法 跟新的idea 但是這個東西 能不能夠 轉化成經濟價值 所以基本上 客戶要不要買嘛 客人要不要買 那如果我們看這個 產業界的 競爭的故事 我們發現很多很多公司 花了錢 花了時間 創造了某些新的東西 但是 沒有人要買 或者是買的人不多 之後活不下去了 那這種例子 比比皆是 那比較近一點的 你說 呃 像這個 或比較有名的 像華碩的EPC EPC 前一兩年不錯 結果 後來就不怎麼樣了 然後 更早的例子 現在很多人 大家手上有iPod 那 但是問題是 iPod 類似這樣子的機器 Apple並不是第一個 介紹 這種機器的人 早在Apple 2002年 賣iPod之前 MP3Player 整個公司的價值裡面 佔的比例非常非常小 那 這些是失敗的例子 那成功的例子是什麼 成功的例子 像 臺灣 三月的一個寶貨公司 三月一開始是做什麼呢 三月一開始是 呃 他把 他把 衣服啊 他就是開一家店 那在他開 現在有人說 我開一些服裝店 好像沒什麼東西 但是 在他那個時代 大概兩三百年前的江戶時代 他開一家店呢 是 相對於 其他人賣衣服 是拿著衣服 用馬或鋁 送到客人家裡面去 讓那些太太們 就是女孩子們 關在房間裡面 選衣服 試衣服的 三月是 三月 三月是第一家 至少在日本呢 他開了一個店 然後呢 讓大家呢 坐著馬 騎著馬 或坐著轎子 到店裡面來選衣服 那當然三月 在經過三百多年的時間裡面 他不斷的改變 然後他有 發現不一樣 新的方式 來賺錢 那變成今天的這個樣子 所以 其實很多時候 在課題的時候來講 核心是 創新是什麼 創新是找到新的方式 來賺客人的錢 我講的這個 這個Defination 不是照額書的Defination 但是 這是我在上MBA的時候 我就直接告訴他們 在課本上 課本上的定義 我們先不管 我也不期待你會賠 但是你就想 創新是什麼 有價值創新 就是 對你的客戶 對你的顧客 有價值的東西 什麼叫有價值 他願意花錢買 那如果他們願意花錢買 那很抱歉 這個東西 對他來想是沒有利益的 對你來講 那麻煩你了 請你做下一個 那麼 那台灣需要的是什麼 台灣需要的是 經由長期的 有系統的 對於研究跟創新活動 跟人才的投資 從這邊的投資裡面呢 想辦法去形成一種 不管是平台也好 或者是一個 一個 適合創新的環境 在那個創新的環境裡面 有需要 需要資金的人 能夠找到資金 需要人才的人 能夠找適當的人才 需要技術的人 能夠找適當的技術 然後從這裡面 不斷的從出貨物裡面去學習 因為創新一定會有很多錯誤的過程 不斷從出貨物的過程裡面去學習 然後找到消費者 找到顧客 找到客戶 願意付錢的東西 那個 能夠不斷的去做這些事情 才是 產業能不能更升級的關鍵 那當產業升級以後 就會有新的公司 就會有新的工作機會 然後因為賺錢的方式也不一樣 他們賺的錢也比較多 所以呢 大家就有加新的機會 所以 某種程度上來講 政府為什麼要 某種程度上可以說 我自己回答了我自己的問題 就是政府到底要做什麼 政府的角色呢 是投資在這個創新體系裡面 在這個創新體系裡面呢 希望能夠創造新的公司 新的產業 新的就業機會 當然啦 我們也希望這些投資 不是光靠租稅減免 因為租稅減免的話 政府就收不到稅了 那收不到稅 政府能夠接下來 投資的能力又被減弱了 所以 投資是為什麼 它不是為了要創造 然後 去選一個贏家說 欸 生物技術很重要 或者是 雲端現在很紅 所以我們去選這個 這不應該做這個事情的 如果說雲端現在很紅 那很紅可以賺錢嗎 或者是 用網路流行語 可以吃嗎 那這個生物技術很紅 生物技術可以吃嗎 綠能很紅 綠能可以吃嗎 或者是綠能一聽多少錢 當然我們講現在講的比較簡單 但是實際上是 這個東西在市場上有一個吸引力 政府的工作並不是在市場上的競爭 政府的工作是提供環境 維護社會正義 然後去形塑一共我們的價值的願景 那麼 你去跟這個綠能產業的公司去騎啊 他們應該本來就應該 或者你幫他做了 他本來就應該做的事情 他就不做了 那這又是另外一部分 這個 台灣產業環境的現象 就是 很多事情 大家期待政府幫你做 或者是如果政府不做的話 就說 欸 因為我們要 我們這個產業是 對台灣的 未來產業是有幫助的 所以政府應該要積極補助我們 應該要補助我們 幫助我們去發展什麼新的技術啊 補助補貼我們研發 補貼我們行銷 都在講補貼啊 但是政府真的應該做這些事情嗎 那我想就是 公民都應該自己想一下 2000年總統選舉的時候 那時候聯戰講了一個名言 那時候 剛好我在台灣 看到電視 我嚇一跳 原來聯戰的腦袋裡面是這樣子想的 他說台灣都是中小企業 因為 朱小器也沒有錢做研發 所以政府幫你做研發 欸 底下還有人鼓掌啊 那顯然他講的話 還蠻 覺得好像 可能是這麼一回事 不過你想想 政府拿誰的錢做研發 那 他是給我嗎 給你嗎 是給誰做研發 那 誰可以拿到那些錢做研發 那麼誰來決定 哪一些公司的計畫技術是最有潛力的 所以他們可以拿到那些錢做研發 所以這基本上還是一個政府 至少到2000年 基本上聯戰所反映出來的 說市長那個花 至少在那個時候 那時候阿比還沒當總統嘛 所以我們說至少到那個時候 中華民國政府的思維還是 就是我們投資在某一些看起來會賺錢的產業技術上面 接下來我們就可以賺更多的錢 那如果 這就是我們的創新環境的願景的話 我會說這樣是很危險 第一個 你選輸了怎麼辦 然後 在 企業裡面 做錯決策的經理人可以被FIRE 沒有 那你看過哪公務員 因為選錯 策略 產業被洗濤了嗎 好像沒有吧 然後第二個 因為投資在這個東西上面 其他可以投資的到哪裡去了 我想各位 偶爾都會有這個印象看到說 某某科學家 或是某某發明家 台灣人 說 發明這個東西 或做這個研究 台灣都沒有人重視啊 然後 政府都把錢拋到什麼地方去了 我印象很深刻的一個東西 是 幹細胞研究 好像也是 在英國唸書的某一位 某一個 某一位教授 他說他在英國唸書的時候 他老是後來拿到莫貝爾獎 然後他在英國唸書的時候 做幹細胞研究 回台灣 結果 國客會不理他 他說他 他正在做基因圖普 他是1998年的時候 那聽說 這個 在這裡 經濟區政治之前 你們討論過火箭 對不對 那火箭 那火箭到底是不是可以投資的東西 其實台灣也在投資火箭技術啊 太空技術啊 對不對 但是為什麼有一群人 是要全靠自己的 那 那這中間到底 誰可以拿到錢 誰不可以拿到錢 當你把錢 那資源有限嘛 錢投到什麼地方去以後 那麼 別人都拿不到啦 那 那能不能請政府告訴我們說 那到底 你的後面的邏輯在什麼地方 所以 這個 從 不管從政府的角度 或者是從 從做一個公民的角度 跟我們自己 在 在工作上 在經營我們的事業上面 其實我想 重點在 我們做的事情 我們要講 產業的 產業的 升級 產業的升級 在講升級的時候 我們 我們 有沒有 一個 很有系統的方式 去不斷的 去產出新的東西 是讓市場可以接受的 就這麼簡單 我們可以 我們不是仰賴運氣 但我們可以說 我們不仰賴運氣 我們不是光靠運氣 我們可以 不斷的去產生 新的東西的時候 那我們可以說 我們產業升級 好像有點成果 那如果說 我們永遠都在 等運氣 然後 挑品牌 靠政府去選 說哪一個 會是未來的贏家 哪一個 會是未來最賺錢的東西 那 這樣子的政策 或者是 這樣子的 經濟發展 其實會非常有問題 那結果其實我們已經看到 因為我們在 我們已經經歷過三十年 這樣子的做法 當我們實在 再經歷等三十年 等到月子小金剛 來告訴我們 你們說 你們的工作被取代了 都不知道 希望不是 謝謝 謝謝 那 那接下來 其實很麻煩 你也跟我們 繼續分享一下 有關於創新 尤其是 我覺得 尤其是典範的部分 我覺得 這個部分 可能 蠻重要的 那 我想 在你分享之前 我也想做一個 補充回應 就是 我剛剛 剛進來查一樣東西 就是說 我記得我的老師很高 我告訴我 他當初在寫這影片 你說的那個論文的時候 他去拜訪那個 郭伯偉 就是 香港財政司 財政司司長 他當年 當年就是 他們 他們的 就是 香港的所謂 基基 背後的那個 所謂 相當的那個 蕭蕃場的總設計師 他怎麼樣去 問他 他當時對香港的基基 怎麼樣去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其實郭伯偉 都是一個很 很謙虛的人 他就說 他其實都沒有做什麼 他什麼都沒有做 那 福利曼一直對他很稱讚 就是說 認為他就是一個標準的 就是 為兒子啊 政府下政府的那個 可是 我覺得 我曾聽到 他 我自己的理解是 其實我覺得 某種方面來講 他的謙虛 是某種很真實 就是說 其實他裡面他說 他把這些的 香港基基的情緒 歸功於 歸功於香港 那 我想這個 純然是一種 籤詞 我覺得某種程度來講 就回應 幾人剛剛說到 就是說 他其實是一個 香港文化 或香港 香港在地 在當下的 正式社會反應中 它對於經濟中的一種 那 我想 我們在談這個 未來的 創新的部分的時候 可能也是從這樣的角度開始去觸發 我們才要去談創新環境 我們兩個不是創新的人 還是創新的環境是怎麼被打造的 那我們接下來有什麼習近平的問題 謝謝陳維亞的那個弟老師 因為我們上一回講太多 所以這樣有盡量的前段 剛剛弟老師講得很好 就是你去看整個台灣政府在經濟發展 產業政策也好、科技政策也好 它的事實上是有脈絡可循的 就是頭痛一頭、腳痛一腳 那你找到一個主著 那這個東西怎麼去解釋 就是說政府它握有一個整個社會 這麼龐大的一個資源 那特別在台灣這個所謂特殊的脈絡 它的特殊性除了一個比較普遍的說 它是處於後進的這段之外 還有就是 它是一個國家定位不明的狀態 然後1949之後是在國民黨 一個少數流氓政權到台灣來 逐漸變成一個偏安跟隱落的一個 質地的一個風格 形成這個東西之後 另外又有在產業結構 它形出了一個三層次的產業結構 我說上游是 感謝那個孫文先生說 那個大資本應該要公有 然後中游呢就變 逐漸變成一些民間的大企業 這個大企業有一個特質 就是一定跟威權政體關係特別好 那下游才是所謂的中小企業 所以國外在解釋台灣的 所謂那一段經濟發展奇跡 其實是覺得說 它其實是一個Growth of the plan 它其實不是在這個所謂 因為國家經濟官僚計畫之中的 因為中小企業跟西方市場 特別是美國市場掛鉤的這個人結果 是其實當然就像剛剛陳薇 理解香港就是跟本土香港人的努力 其實就是在理解香港的政治經濟發展 很重要就是華資跟英資 就是英國資本跟華人資本 廣東人、香港人的這個資本 港度政府對不同資本的態度 當然因為英資 它本身是著重在trade方面 在finance方面 所以你看香港後來從朝上 它變成一個貿易或者是金融中心 其實跟這些統治 這個國家機器偏愛哪一個資本集團 其實是有關係的吧 所以這幾年為什麼大家一直覺得 馬政府的一個經濟政策 偏向所謂的財團 兩半全貴資本 為什麼基本上在社會上的一期 越來越多的反彈 其實跟這個國家政府 對不同資本的態度 其實也有關係 那這個其實就帶到成為一個研究的精神 就是政治經濟學 就是我們在探討 在思考台灣經濟的問題 一定要把政治跟社會的面向帶進來 你才有辦法去理解 所以今天台灣戰後的經濟發展 它不是韓國 不是香港 不是新加坡 不是任何國家 其實它是一個非常獨特的一個發展的經驗 那這個經驗 整個威權 過去那個威權政府 對於資本的態度 就非常值得萬味 所以為什麼連戰會說出 中小企業不做研發 沒有能力做研發 我們還為了要做研發 可是做了之後又怎麼樣 當然是問題重生嘛 因為你的整個政府治理 就很有問題 它在這個所謂少數政權偏安的狀態之下 它形塑了一個我們政治學上叫做 那個NP主義 簡單一點就是豬肉桶政治分章嘛 所以包包你去看國家的科技研發經費 現在一年大概一千億 可是在產業界大概三四百億左右 那這裡頭有很多是美其名是SBIR 這個也是模仿美國的 就是對中小企業研發的補助等等之類的 那你去探討這些經費 跑到哪裡去 每一年起碼少說幾十億 少說幾十億對於廠商的研發的補助 你去看 很多是到什麼上市公司去的 因為你想這個申請補助也是需要成本 這很簡單嘛 所以你會發現 你現在去上網去查一下 就有顧問公司 專門在幫廠商去申請政府的補助 各種補助都會研發 那你想大公司在這方面就有優勢 因為它養了很多人 所以它可能每一年 那你在想說 對美其名是中小企業 可是這裡頭很多的政策因素 譬如說 因為前兩年德國已經冠軍很紅 所以台灣官方也要端出一個類似的政策 所以他們又去挑了一些什麼 類似的企業來做文宣 來做政府的政企業來劃 那另一方面就是大企業的研發補助 像我們說面板等等之類 包括台達電這麼優秀的廠商 都在拿政府的補助 那這個其實就只有排擠沒有別的嘛 這個很簡單就是排擠 所以我一直呼籲說 為什麼呼籲說 H&N或者公民 各位公民 應該勇於去參與這個整個公共治理 你不要去期望說政府 政治人物給你什麼答案 這很難 包括現在說你要加入TPP 然後緊接而來等等很多的東西 你說 對TPP什麼可能都不是重點 重點在廠商的競爭力嘛 那競爭力重點是不是關稅 或是主入怎麼樣 它可能短期間有點效果 而廠期是不會有什麼效果 所以重點還是在你的競爭力 可是這個競爭力的東西 很抱歉就是 以整體來說 我覺得我蠻羨慕丁老師就是說 他們從管理公司管理的角度 很清楚說公司的願景 就是賺錢 當然這個概念就是說 為股東賺最大的利益的股東的概念 其實慢慢被挑戰 現在變成利害關係人物 所以我們就會講到企業的社會責任等等之類 包括像Starbucks的執行長 現在它踴躍去挑起那個族群的那個兼敏感的議題 其實很多好的企業包括 你去看包括美國也是像學院等等之類的 一些百年企業它為什麼可以在一個激烈的市場競爭當中存不下來 基本上都有一些很不錯的哲學在 特別對於創新的概念 創新不是拼命的去進行血汗的生產 而是去壓迫勞工 因為西方這個從人性的角度 他們做很多相關研究 我小丁老師一定知道說 如果員工覺得被公司的老闆坑口 他一定私底下想辦法拿口 所以台灣現在台灣很有趣 結果我看了一個報告就說 台灣針對一般的上班主做的調查 就說你對現在的工作滿意的 其實滿意度不高 大家都想要走 就起旅走 就對公司實際上是沒有那個增淺度 可是相對的你公司很常理配很低 其實它就藉由低的那個生產業是 所以變成一個惡性循環 所以這邊講到說 從公司的角度 Anyway它還是相對的 可是你從國家的角度 你說 國家的願景就會比公司來的更複雜 它免不了會帶入什麼 帶入價值 否則的話 你說從科技選擇你這個方向 你要選擇 你剛剛講那個創新的一個商業的定義 沒錯 就是你要在市場上可以賺錢 這個沒有爭議 這個不是電腦市值的定義 可是你從現在看 你怎麼去判斷 你未來什麼東西會賺錢 所以你包括你剛剛講 iPod或是iPhone 你去看賈波斯他整個創新的過程 他有去做試調嗎 他有說這個未來會賺錢嗎 沒有 他其實是非常個人的偏執 他對於科技的使用 他對於美學等等之類的 他就不顧一切 我就是把公司的前途賭在這個產品上面 他每次做東西都怎樣 所以他曾經被Apple改出去 所以我就說其實你去看西方成功的企業 他們都很有意思的透露出一些 我們覺得哲學或美學上的一個訊息 那回過頭你說國家 國家的願景一定 你沒辦法跟價值做切割 就像剛剛賈波斯的創新也是 他有他個人的美感的堅持 你要怎樣 他其實用他的堅持去驅測整科技來進步 然後公司所有的同僚都必須配合他做出他要的東西 他用這個東西去Drive才有iPhone的這個產品 那國家也是你去看 像以色列今天在水資源 在農業的科技能力上面是最強的 可是他當初是判斷說這個東西可以賺錢嗎 其實不是 他是為了解決要缺水的問題 因為他很多的國土是商業的 他農業 四周圍都在打仗 他農業其實當然是秘食的 但是當然是根本 他是在這個 解決這個國內安全的問題之後 才後來才找出他的商業用途 所以他的出發點並不是為了賺錢 然後你看去看丹麥我剛剛講 你說他的早期發電造就這個技術造就到未來日後 然後的養豬業可以不斷的同步 其實台灣跟丹麥的養豬產業 曾經是全世界第一跟第二 這麼接近 那我們現在在哪裡研究在哪裡 中間一個關鍵就是 他們發展出可以解決 養豬廢水的早期發電的技術 那你去看他發展這個技術 在1985年養豬廢水因為規模這些擴大 變成嚴重的環境問題的時候 在台灣也差不多都是這個時候 那台灣的做法跟丹麥的做法 你就可以看出很大差 那重點是科技的發展 並不是短期內你可以看出他未來的獲利 而去做的 他這個早期發電的歷史是回溯到1973年 對1973年是世界經濟的大勢 為什麼 石油危機嘛 石油價格一下標了四倍十倍之類的 所以讓仰賴石油的丹麥農夫認為說 哎呀怎麼我的 因為過去的那個整個農業生產都是 那個依賴農業機械 那農業機械是吃石油的 那發現這個不行 所以他就開始去嘗試早期發電風力發電 各位他們的今天你說 他在沒有國內 他事實上是全世界第一個聚集的核能的國家 非核的國家 他在沒有核能 然後也沒有很多水利發電的狀態之下 他就靠的運能發電 他今天的電力的輸出 在那種發電的三分之一 更不用說你說蜂蜜機啊等等之類的這些東西 可是這些東西的賺錢 都不是當初預料到的 當初只是為了解決國內的問題 所以我覺得你在思考 國家的這個所謂經濟發展的願景 你以免不了要做一個價值的選擇 那這個價值的選擇絕對不能 我非常同意菁老師 你絕不能任由政治人物跟官僚去做決定 公民NGO我覺得真的在這個地方 有非常大的角色要扮演 不要只是去批判而已 我覺得有更多的事情可以做 那這樣整個經濟才會有 我覺得也不要去害怕邊緣化這個概念 就邊垂就怎麼樣 那個其實就是你為過去的錯誤再付代價 就像我覺得你如果對種植物有興趣 你會知道說 你一下灑很多的肥料 沒錯它可以長得很快 可是沒多久它的生長就會遲 就會遲暗下來 然後你的土壤惡化等等之類的東西 其實就是一個 像有機農業它有一個 兩線循環跟二線循環的一個差異 那假設今天台灣經濟必須 我覺得短期內我剛剛出什麼希望 因為你說紅色供應鏈今天在媒體上有 可是這個是現在才知道會有這個問題嗎 國際經濟整個本來就是一個 競爭跟合作的遊戲 可是我們主流經濟學 我剛剛講到說 為什麼台灣會有這個頭到尼一頭 講到尼一頭的問題就是 這根主流經濟學呢 如果從我剛剛做了政治經濟學的這個角度 現在回到經濟學本身 其實主流經濟學對於技術是沒有想像的 他認為技術是一個 universal good on the show 所以你只要花錢就買得到 今天台灣很多大企業 是抱持一個態度 對不起 真的國外很多的尖端的科技 是他們花了多少的心力下去做出來 他們不會輕易賣給台灣 所以為什麼我剛剛講說 台灣從投資驅動要到創新驅動 那個科技的學者早就很清楚跟你講 你這個技術沒有辦法再透過 像外貢蠻的方式 用鏡頭的方式來取得 你要去建立一個自己技術能力 那這個除了長期沒有其他的方法 除了用價值去驅動 其實你很難去從墨益的角度看出 現在是你那些的轉型 這是我的問題 謝謝新珍 其實很不好意思 剛剛那個麥克風到後一段 我們就比較不清楚了 沒有 這些新聞應該放在這邊 不過我想說因為我們時間禁止到這邊 我們想見接下來我們開放一下Q&A 然後我想在場很多朋友也一定會有 有不少問題要提問 不過在這個事情我想 我想也做一個小解 幫大家做一個小解 其實說真的 就是說我們在台灣 過去在思考經濟問題的時候 我必須這樣說 我們比較重視的是我剛說的那個 所謂的基地域政治權的觀念 它其實上是看的 它是透過為了數字的增足 然後其實它並沒有在思考說 台灣這塊土地究竟要往哪邊走 哪邊去 然後作為一個 一個 作為一個主權體 或說作為一個想像的共同體 這個共同體對未來的想像是什麼 對未來的發展是什麼 台灣的 台灣好像在長流以來 在我們的教育裡面 認為經濟是一種想像 就是大企業 就是要賺錢 然後 而且我們認為 錢 或是說這個 這個經濟數據 這個錢可以解決很多很多問題 那剛剛起登最後的時候有講到 就是說 自主的技術 和你這些關鍵技術的部分 其實是用錢買頻道的 然後這個東西其實我們 其實已經 最近已經受到很多都慘痛的教訓 可是很不幸的是這些 這些所謂的成功的企業家也好 或者說我們台灣的主流的那個 經濟學家也好 或者說官方的財經官員 其實都沒有意識到 其實有一個最 所以我其實有一陣子 常跟朋友在聊的時候 我們常看到的一個意思 最明顯的意思就是 紅蝦戀過去 紅蝦戀過去 紅蝦戀過去就是 紅海和夏虎 為了時代場 為什麼會過去 其實說穿的只有一點 說穿的只有一點 就是 他告訴了 像郭南銘 這樣的大商人 一件事情 有些技術用錢買不到 有些技術用錢是買不到的 有些技術用錢是買不到的 到了最後誰出手 日本 日本自己就出手了 我不需要 如果你把這個關鍵技術 看得太小的 可你以為是這樣的話 那其實你對經濟的理解 是有問題的 那包括日本當初發展 汽車產業的時候 為什麼台灣汽車產業會失敗 那日本人會成功 其實這本來也是個很大的個問題 但其中一個 我覺得在這邊可以說 講一下一個關鍵差別是 當日本決心要發展 通產省要發展 汽車產業的時候 他要求 其實日本不是之前 不是沒有汽車廠會做汽車 就像台灣一樣 很多汽車廠會 會用現有的連艦 國際規格連線去組成汽車 我想現在搞不好 他們汽修車的小朋友也都做得出來 可是這個不叫汽車產業 他很清楚這個不叫汽車產業 他要求的是 從零件的規格 都必須要從頭發展 當初做這個事情 很傻 市場上那麼多便宜的 你重新去開國 重新要去發展 重新要出錯 那有多多產業 可是日本當時的經濟官僚 包括當時的產業 就著眼於 我發展的汽車產業 不是只要造成汽車 而是我要整個汽車產業 這個是根本的關鍵差別 那我想接下來就不要再用大家看時間 那我們就讓大家提問 那我們的這邊是請大家先提問 我們第一輪先三個題目 然後再看進行一下 下一個 那我們就首先看又難 來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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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想要先提問 就是關於這個丁老師說的 就是說 您覺得說 對於經濟政策的這個制定來說 這個願景似乎是比這個政府裡面 有什麼上位者 有什麼哲學思考來說重要嗎 那所以我就會有點想要請問老師說 您覺得願景的定義什麼 然後這個價值 就是哲學價值的定義 就是價值 Value是什麼 Vation是什麼 我有點想要請問這個定義 因為對我來說 就是這個願景如果去制定 其實還是跟Value就是息息相關 為什麼我會這麼說 因為比如說像 我覺得我們的經濟政策把提出 雖然我沒有很仔細去思考 或是去閱讀 但是我想 我有大同小異 比如說他一定會規定說 我們經濟成長大概 比如說在幾年我們要幾% 或是這個產業 假設是汽車產業 或某個資訊產業 我們要達到一個多少%的成長率 他一定會去設定一些數字 但是我覺得台灣是就是 他並不是缺乏Vision 我覺得有點是缺乏的 我總會這麼說 比如說 日本的話 他是有去制定說 他的國民所得 在 我忘記是幾年 1980還是50 我一點忘記 他有去制定了 國民所得倍增計畫 但他為什麼會去制定這個計畫 這個是他的Vision 他所得要倍增 可是他為什麼要去制定這個計畫 其實就是說 他覺得說他的國民必須 比如說他的幸福 他必須要讓國民幸福 然後他的生活要在戰後恢復等等 他一定是有一個 他有去著重他的價值選擇 不然他就是不用去制定說 國民所得倍增 他可以去制定企業規模倍增計畫 他可以去著重他的財產 可是他沒有 他是國民所得倍增計畫 所以我覺得Vision跟Vision是其實相關 所以我有點想要請教老師 關於Vision跟Vision 在你的定義上面有什麼不同 然後還有一個就是說 我覺得剛才老師有提到說 國家不應該就是 挹注資本到某一個特定的產業 應該去培植整個產業的環境嘛 但是其實剛才我有點意外就是 臉戰他居然會說 中小企業沒有辦法做研發 所以我們國家還代替他說 其實這我有點意外 因為我對臉戰的印象本來是更差 但是反而他說這句話 讓我覺得他印象有一點點變好 為什麼我們都說 因為就是產業環境就是在研發這一塊 的確中小企業他是有這個弱點存在 比如說他的確資本不夠他人力不夠 他沒有辦法去投入 但是國家挹注去幫中小企業做這件事 到底好不好 我覺得這是可以去討論 為什麼 因為我記得好像德國他有去協助 這個中小企業做研發 他好像有一個不知道是產學研發的一個機制 還是說他有幫助中小企業去跟歐洲的銀行借貸融資 他有去發展一個就是能夠把他的中小企業 我覺得其實政府雖然不能說好像非常的專注在某個 假設是生計好了 假設全台灣都投不到生計 這樣好像不太好 可是其實政府好像還是應該要有一些重點 產業 例如老師常提 就是剛才有提到說 我們要去尋找市場需要什麼 可是市場需要什麼 我們要靠什麼去得知 是調查嗎 那我就發現日韓他們都有很多大型的商社 比如說伊藤中 比如說管銅人 他們有一個一些古代的財閥 就是流傳到現在變成一個國際性的商社 那他們靠這些很多商社去調查不同的區域 比如說五大洲他們有什麼商品需求啊 他們有什麼資源可以跟日本的產業做整合 他們去做這個調查之後 然後這些商社他有這些商機來例 他們去跟國內企業就是相談嘛 去討論 那其實這種有點類似就是產品啊 或者是說市場跟企業之間的仲介 這種角色 台灣能不能重點去扶植 我覺得可以啊 就是台灣真的缺乏那種調查能力 所以我覺得就是如果說台灣政府要去 就是培植整個產業的環境 或者是將這個產業的產業團體養起來 他還是要去重點扶植某幾個東西 這是我的論點 那我想要請教老師過來這幾個部分 好 那我們要第二個 第二個問題 那個稍微注意一下時間 希望可以讓大家多問 就是跟兩位與加入我們 那我的問題跟剛剛這位小姐可能太一樣 那我先幫兩位講者回應一下 其實他們不是沒有耶 他們有工業院 他們有工業群 他們有很多的育診桌心 其實都在做那些事情不是沒有 那另外我想問的問題其實是比較別人市場的面子 老師你剛剛講的說創新 那我想問 因為很多人在談紅牌跟藍牌 那我想問的問題就是 創新到底什麼叫做創新 那資金創新算不算創新 還有現在很多 尤其是西方世界比較著重的 就是用金銅商品 金銅工具 這算不算很創新 那這種競技到底能夠維持多久 那我們要說 像我以後現在大大回來的 要以生產工業為主 然後可能會用高科技產業去取代整理這個部分 那我有另一個問題是 在現行情況下 科技台灣人說 我就拿台灣的科技業來講 那個科技業很奇怪的病態 因為人力其實比機工具升級還要來的便宜 機工具你還要考慮到的機工具需要設計 機工具需要買 而且機工具需要設定 再加上機工具每個要水修 忍不用啊 年輕的肝到處都是 那這樣子 相信接下來其實 我覺得 比起來 也許他們會願意選擇 現在這種情況下 來繼續生產 連價的商品跟 低 應該說 連價的商品跟低水族商品 他們不注重QA 不注重QC 那我覺得怪異的事情是在 為什麼市場好像跟著他們一起走 有便宜東西也買 那這樣子 到底 可能的創新是要製造市場 是要製造價值還是要製造價格 另外還有一個問題 我想問的就是 對不起我忘記了 那就先這樣 謝謝 好 那後面千尧 不好意思我是經濟問題的門外號 要千尧 其實聽的類似這種講說有很多 那我想跟妳說 我覺得 討論台灣經濟問題 實在是不能夠逃過台灣的國民黨 這個東西的問題 比如說我們在討論台灣問題的時候 如果妳是逃避台灣 有國民黨這個東西的話 可能我們會永遠在打算在技術面上 比如說我們是不是夠創新 我們是不是沒有升級等等 可是我們卻忽略掉我們一個 很大肢的發脹 這樣才好出我們的身體 讓我們不能夠成長 因為 如果這個問題不解決的話呢 基本上妳的國會就沒有辦法去通過進步的法案 那所有有意義的資訊就不能夠快速的流通 比如說我們國民就沒有辦法 很快的跟上世界的角度 那事實上 老K的問題已經纏到我們幾十年了 那有時候我會覺得說 如果我們討論台灣的經濟問題 不去討論老K的存在的話 我就會隔血搔癢 而事實上台灣那些很多人 因為 比如說我父母那一代 他們可能還沒有經歷過真正的期望 對於實大建設還有幻想 對於過去的國民黨成功的所謂的經濟呢 可能有很多的幻想 所以會認為正在所謂的改革 他們會沒有耐性 這個問題我覺得是台灣人 不只是沒有新鮮的根源 也是我們現在 連踏出一步正確的一步都沒辦法確認 我們都知道財富要重分配 才是重要的一步 可是妳又覺得說 以前那年代好像會是私本家 可能候選人之一啊 如果我現在走向西方的那種 左派的福利國家等等 是不是這種共產主義的表現 而且這種恐慌 是台灣目前為止沒有辦法 走向真正的左邊 或是說真正有意義的左派政策的一個問題 就是說妳沒有辦法真正去走向真正的左派 對 我們現在已經這個時候了 如果還要 不只要談論創新 那已經不值得 但是我覺得更重要的是 才重分配問題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的提問 那我們先 先請那個 就是 旁邊回應 然後再提升 好吧 我想問一下 那我想問一下 有兩個問題的樣子 那 我先回答 剛才第一位提問的 事實的問題 就是想說 vision 價值跟願景 有什麼不一樣 每個人跟一塊一樣 那對我來講 很清楚 就是 價值其實是一種 偏好 那偏好 剛才最後一位提問者 講到左跟右啊 國家到底要做什麼 國家要照顧 國家應該要照顧國民嗎 他要照顧 他要從出生到 從搖籃到 人物都要照顧嗎 或者是 國家的工作就是 站在後面看 然後只要這個 大家 只要社會上 有足夠的秩序 跟安全 然後政府沒有corruption 沒有貪污腐敗 就可以了 所以價值 當然 這是我的觀點 但是價值當然也可以包含 我們是不是要在這裡安生命命了 或者是 我們只是過客 類似像這樣子的討論 那這個是價值 那價值 會不會對願景有影響力 會有 那只是 我剛才只是說 我強調的是說 對我來講 或者是對實際上操作 做決策的人來講 更重要的是 他的願景是什麼 事實上 我可以說 不論你的價值是 政府要照顧人民 從樹山到墳墓 要搖籃到墳墓 或者是呢 政府的工作就是 在旁邊看 你只要保持 基本上和大家的這個 秩序跟規則 緊緊有條就可以了 那 大家 有安全的生活 安全的生活就可以了 但是 我要看的是 你提出來的願景是什麼 因為 就像 你可以講說 魔鬼在細節裡面 我要看你 不管你是哪一種價值 我要看你提出來的願景是什麼東西 我可不可以接受 雖然你跟我的價值可能不一樣 但是我希望我們在願景這個層次上面 是在一個可以接受的層次 那願景在實踐的那個層次上面 它就可以是 我們要投出在這個 早期發電 來解決我們自己的產業問題 因為沒有在世界上 可能沒有其他人會來幫我們解決 養豬才做的早期的問題 因為我們雨下了很多 我們要想辦法把水留下來 所以我們要想辦法做 山坡地水資源保持的工作 因為台北夏天實在 任何人靠北 所以我們要做更好的 海鹽城市的科技跟技術 這是解決我們自己的問題 解決我們自己問題的願景 那這個願景 跟我是不是覺得 國家應該要照顧人員的生活 從洋蘭道坟墓 或者是國家 不應該做那麼多 我覺得它的關係 可能不是那麼直接 有沒有影響 有 但是我在乎的是 它的願景是什麼 因為當你也告訴我說 台北市夏天實在太熱了 我們要海綿城市 這些我們遇下了很多的時候 那我們接下來可以討論說 那請問你實際上 打算怎麼樣去投入 打算怎麼樣去做這些事情 所以接下來就從願景 到各個獨立的計畫跟目標 所以這是我對這個 這個願景跟這個價值的理解 那剛才講到連城 還有中小企業 那國家 國家應不應該去扶持中小企業 我想講扶持有點 沒關係協助 基本上國家 只要是合法的產業 合法的企業 國家都應該要協助了 但是這個協助 是不是表示說 我今天就要補貼你 各式各樣補貼 包括呢 你要做的研發 事實上研發做了以後 是你賺錢 你賺錢 結果我還要先貼錢給你 讓你去賺錢 這個我們就要考慮說 這個是不是我們應該做的 在某些程度上 可能它是重要的 舉個例子來講 例如說斯馬庫斯 這樣子的一個偏向 那如果說今天斯馬庫斯說 我們今天要發展一個新的技術 把斯馬庫斯的好空氣 包裝成罐子 然後拿去賣 然後一罐 200cc的空氣 賣500塊台幣 聽起來像是 行銷加上R&D的計畫 那 那國家應不應該去補助它 這時候這問題可以討論 我沒有說可以或不可以 但是可以討論 因為斯馬庫斯 這樣子的例子很獨特 那如果說今天是 曹星成要成立一家 新的小金機 然後呢 叫做 聯什麼 聯XX電 這樣子的一個 IC設計公司 然後呢 他說我們要做的是 新的什麼 半導體設計 然後拿來放在火箭上面 等等等等 那是我講 拿來放在車子上面 搭這個特斯拉電動車的這個順風車 那 這個公司剛成立 所以它是中小企業 公司總共只有50個工程師 通通都是新建的肝 那 然後他還跟政府不要補助 那這個時候對我來講 我就會很視覺的說 蛤 你這不是聯X集團的底下一家新的公司嗎 你是中小企業沒有做 但是你有臉來要補助喔 所以這是不一樣的情況 但是這個 我們要什麼 這是NGA跟公民可以參與 可以去討論的 那如果我們不去討論的話 第一個 如果說不去參與的話 那當然就是技術官員 他們愛怎麼做什麼 後面的那個大樓盤 叫他們做什麼 第二個 我們參加討論以後 也不能夠光提出質疑喔 我們說你有其他的選擇嘛 對不對 你今天把錢拿去給那個聯X之後呢 那司馬庫斯就沒有錢了吧 我們覺得司馬庫斯 各應該拿到這個錢 或者是你的計畫 鼓勵中小企業提什麼研發 你說你的光中小企業做研發 你應該是從 不管是你叫弱勢 不管是叫 minority或是什麼 就是應該是對這些人提供服務 而不是不分青銅照白 不管有錢沒錢 不論產業全部提供服務 因為這樣子的結果 很容易就變成說 他本來連電 就算說政府拿不到錢 他也會自己從口袋偷要報出來 自己拿錢去賺錢的 結果呢 我們是拿錢去截屏祭付 那這個是應該要 這個是我們在公共政府討論的過程中 應該要討論的 那剛才感謝另一位先生提到說 我們有沒有扶持專角企業 單位其實就是有啦 工研院啦 資社會啦 其實剛才講到調查 調查那我順便帶一下 剛才那個老師講到說真的 買技術這個問題 其實技術很多種 技術有些是可以買 有些是能夠 那 GE的 GE集團的前任的CEO Jack Wash 他有一句名言 他說對我來講 GE最重要的資產是人 不是技術 技術可以買 那反正我有錢就買 那人是買得到的 那這句話呢 被很多人拿來用 我相信在台灣念商學院 很多人 到美國念商學院 很多人都聽過 這個 Jack Wash的這句話 但是這句話有一個前提 他是GE的老闆 他是全美國最 他GE有全美國最厲害的R&D中心 然後裡面有三千多個碩博士 在裡面做研究 還拿過兩個諾貝爾獎 請問 有什麼技術 說實在話 不要問問句 絕大多數的技術 被技術買下來 以後就變成它的 所以今天如果說 這邊有做 做醫療技術的 有舉個例子 EMI 就是唱片的那個公司 他以前有個集團 是專門做電腦斷承瞄的 電腦斷承瞄是 他們發明的 1970年代 然後他們還拿過 諾貝爾獎 為了這個技術 結果呢 那現在全世界做電腦斷承瞄 其實機器 賣的最好的 或最貴的 或最厲害的是誰 是GE 因為GE把它吃掉 那GE拿他的技術 就是很典型的例子 GE拿他的技術授權 然後拿來以後 就研究研究 就輕出於欄做得比較好 但是 GE有那個條件 去輕出欲欄做得更加好 請問 在台灣這個島上面 有多少公司的老闆們 還想說 今天全世界的半導體技術 IC設計技術 通訊電子技術 如果只要買下來 我就可以完全學到 然後呢 你不是記憶喔 這種話還是不要講太大聲 就好 那 所以技術上有不一樣 那麼像 如果說我們自己在技術上 沒有到那個程度的時候 沒有到說買了什麼東西 我通通都可以學透的時候 那還是 專心一點 苦幹實幹 從頭開始 從最基礎的研發做起 那這個喔 對我來講 個人來講 我覺得這個反而是政府需要忙忙 就是 你說Blue Sky Research 這個東西就是 在學校裡面 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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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業院裡面 做出來的研究 是大家可以共享的 研究做出來以後 今天 誰拿到 誰看到這個paper以後 覺得說 原來這個問題可以這樣解決 他去發展出新技術 那是他厲害 但是國家的投入 他不但培養原材 他也培養了新的技術 在這個地方 那當然這個技術 跟我們講說 直接拿來 然後準備就上線做新產品 去做什麼布局啦 然後去什麼 QC 那個是不一樣的 不同層次的技術 我們這樣說 那 也會發是這個樣子 行銷 我們也有類似的問題 那麼 行銷上 其實像 美貿協議 房貨會 其實都是在做 這樣子的事情 那 呃 那 剛才配了一個問題說 那 這個 這個 創新是為了價值還是價格 呃 有了價值價格自然來 就這麼簡單 那是話要說回來 那你在創新的時候 你怎麼知道 那個什麼東西是有價值的呢 之前的 我都知道 就現在知道 我們講的是什麼產品 如果今天 是 你今天做的是 你賣咖啡好了 今天 對 如果今天是賣咖啡 然後你說我一杯拿鐵 請問 這邊拿鐵一杯多少錢 130 130 我今天拿鐵一杯130 他們樓上呢 今天 聽過這個演講以後 受到啟發 然後就出現新口味 拿鐵裡面呢 加點辣椒 加點甩壓進去 變拿銅 那 這個拿銅呢 那他 喝了以後 在場的人 喝了以後 精神百倍 然後 回去 那他們就拿出來賣 那這種時候 他們 這種 這種產品 基本上跟他現有的產品 是很類似的 這種性格的產品 這種 這種狀況的產品 你用市場調查 你是可以看得出來說 他有沒有市場的 那看來上 英雄之後他們做的事情 就是這樣的事情 其實外貿協會 他也應該要有這樣的功能 做的 也是類似的事情 那他可以 找到市場以後 回過頭來找台灣製造企業 說 欸 你們做這個的 其實可以賣到哪裡去哪裡去 那 他們是可以這樣做的 但是 如果說 今天我們講的是病話 一種東西 想像我們 我想 我念書的朋友 第一次在英國喝到珍珠奶茶 台灣人的感動 英國人說 那是什麼 對英國人講 他喝茶 但是珍珠奶茶 這幾乎什麼東西 那這種就是完完全全不知道的東西 那 你 哪會真的相信 你可以從英國人喝茶的習慣 去引申出 英國人會愛死珍珠奶茶嗎 這個需要很好的想像力 所以 像這種情況的 產品創新 跟促銷 跟行銷 它是沒有辦法 再事先 先靠調查做出來的 那怎麼辦 只有靠 Try and Error 我通常講這個 最喜歡講的例子 就是瑞典的那個Ice Hotel 有誰沒事會去睡在冰上 在冬天睡在冰上 然後八點的時候 沒有門喔 然後 那個 早上八點的時候 有人把你叫起來說 欸 該起床了 然後接下來八點半的時候 就觀光客人說 欸 媽媽這裡人在睡覺 這是發生在我朋友身上的事情 我不知道我多少人 算是睡過Ice Hotel 但是在Ice Hotel 那個冰上旅館 真的出來之前 沒有人想過說 為什麼有人要去做這種事情 花錢非常貴 為什麼有人要花錢去做這種事情 那市場證明 它就是有 所以對這種性質的 這種很破壞性的 很 在之前當年華想像的這種產品 事實上 真的就需要 Try and Error 需要有很多很多不同的嘗試 那這個整個市場 需要能夠讓這個環境 基本上要 容許錯誤的發生 那容許錯誤的發生 不是只有講說 啊 沒關係啦 你這次還要給我拗貸 請問貸款拗貸 這次的失敗 會不會影響到 這個人下次貸款的能力 好 那沒錯 你當然希望看到這個人 有還款的能力 但是要還款到多少 他才能夠繼續貸 這個人 他失敗過三四四四五次 他接下來去跟別人合作的時候 人家願願願跟他合作 那當然有些人說 這個可能是詐騙犯 或者是什麼 像雨中急這樣的人 那不在這裡吧 但是我們 在別人在跟我們說 我想跟你合作做生意的時候 我們自己有沒有能力去分辨哪些人 是真的 他只是運氣不好示範很多次 但是他學習了很多 或者是有些人是來照耀狀騙的 那這整個都是我們的創新體系的一部分 那當我們整個創新體系的能力提升的時候 那我們就會慢慢出現 這樣子體系就會慢慢出現更多像Facebook這樣的產品 或者是像其他的真正創新的產品 然後 對不起 話長時間是因為太多 好 那 我們謝謝洪秉的回應 好 謝謝 那 請 可能要請 進階段一階段 做一個回應 我想基本上 針對第一個問題 就是願景跟價值 它其實一定有overline 沒辦法分爭的部分 那很大部分這也是求決於全市的問題 就是說 譬如說 你說剛剛我們講 海綿都市 那基本上它背後是 假設這是一個願景 可是它背後是不是有一個綠色低碳的價值 就會這樣 基本上只是一個全市性的問題 我覺得比較重要的是 能不能去建立一個產業鏈就是 那個陳偉剛剛講的說 你在不管在發展海綿都市 或是再生人員 你是不是真的 國內可以建立 產業鏈的自主技術 可以帶動更多的就業 跟創造更多的價值 我覺得重點是很重要 然後第二個問題 講到工研院跟育成中心 然後又遇到創新的問題 我想一個核心是 吸收能力 就是說在做創新研究 其實會講到說 對你的公共研發體系 不管是工研院育成中心 或是大學的這個學術研究 然後可是你很部分 很大部分 你如果廠商對於研發 他不願意做 其實不管說 其實廠商就在這些育成中心的隔壁 或是就在育成中心裡面 也基本上很難去產生那個創新 去帶來那個創新 然後這個金融創新 創新有很多種 那個熊餅的一種產品 自從市場原物料組織 這個五大類型的創新 那金融創新的價值在哪裡 我想如果金融從業人員 他會覺得很大 或許從一個經濟體 或說創造就業或等等之類 可能real economy 講這個real sector 資資顧名可能會更重要 像2008年金融海照之後 整個 不知道你每個為首 就帶到real sector的部分去了 然後第三個發問說 已經聽過很多場 那我非常感激 你今天又 我一樣期待能再來聽一次 然後當然是 我們剛剛分析集 已經帶到很多 國務黨的角色了 我覺得重點 左派右派 其實是一個很粗糙的分類 問題是譬如說在台灣的治理 目前的治理 能力跟文化之下 就是我們剛剛講 政府都要分張穩弱 你要多繳稅嗎 同學 可能不願意嘛 可是相對 如果說 我覺得一個解套方式是說 政府現在要為社會做什麼 譬如說長照 建立長照的體系 然後他 或者是你說養豬業 這個備水主義的這個東西 然後需要多少錢 然後目前的財政能力不夠 他可能需要用一個 特別捐稅的方式 那特別捐這個 因為台灣第一方面 租稅負擔率 才占GDP12嘛 你說是很低嘛 所以他為了徵稅的空間又很大 可是重點還在於說 你不能用一個簡單 左右派右派 從分配的角度來說 你要想 如果真的有需要去克這個錢 這個錢克到怎麼使用 他的使用效率 跟他治理的結構 是不是可以產生 預期的效果 我覺得這個還是取決於治理 那這樣來看 來談這個重分配的問題 可能會比較實際一點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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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今天的經驗訓證 大概因為時間關係 大概在這時候要做個結束了 經驗訓證是每個月的第三個禮拜三 在這邊舉行的一個論壇 好 那我們在現場 我們另外還有一個那個 那個 就是 追討國民黨 唯一堂產的連署書 好 那有興趣 然後剛剛有朋友已經提到說 其實台灣的政治機器的根源在於 黨國體制嘛 那這個如果有興趣 要進一步來 我們來進一步來把黨國體制列解的 朋友們 歡迎大家來簽署這個連署書 好 那我這邊稍微做一個補充 剛剛有位 就一位 一位那個朋友有提 問到說 講到所得非正計劃 他提的是日本的所得非正計劃 他是1960年代 那個車用人 雖然有在十年的時間 把這本的所得 公平所得非正的計劃 但日本在七年前就完成了 好 那就可以這樣的補充 然後 今天非常謝謝大家來到這裡 然後 然後我們也再度請大家 一掌聲 好 謝謝我們的 我們的 寶貝和 寶貞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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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